想跟歪腰油桶拍照 現在免排隊 有網路公司的員工 就自己DIY做了一個 愛怎麼拍就怎麼拍 用紙板做成的歪腰油桶超可愛 還可以真的把小紙條給投進去 歪腰油桶已經成為蜂巢 放在公司一姐上班族悶悶的心情 因為老闆希望我們 就是變成在工作忙碌的時候 能夠速解壓力 所以讓我們就在 這個七七行程節過程當中 投入這個小小心願 那一天只要抽出三個名額 他就會幫我們實行這個用 原本13號兩隻歪腰油桶 已經決定要從龍江路 搬到中校西路的北門郵局 但現在因為搬遷問題 飽受爭議 郵局決定暫時先不搬了 讓鎮華郵政不得不踩搬遷煞車 就是因為連前文化部長龍映台 都在臉書上發聲 把小紅小綠搬到別處去 才是真正愚蠢 他是一個活生生的記憶 一個美好的難得的會心一笑 變成兩個壞掉的油桶 沒意義的鐵罐頭 原本發生的地方比較有意義吧 搬走就是感覺 那就直接坐兩個歪的油桶 放在搬的地方也一樣意思 因為是在這邊發生的吧 應該要在原來的地方會比較有意義 原本怕拍照人潮影響交通 中華郵政才決定搬遷 但反對聲浪 讓中華郵政決定找專家討論 兩週內決定兩隻歪腰油桶 小紅小綠到底該落腳何處 只是兩隻油桶的搬遷問題 竟然能讓全民請命就地保留原址 也實在是欠所未堅 記者 許小佩林 東明 台北報導